时定和平国校在暑假期间办理了华裔青年英语音道校服务活动 而从这个礼拜开始进行为期两周的课程 14号的上午在青年志工的精心设计下 规划了各种关卡 让小朋友透过闯关游戏学习英文 像是在彩绘背包的过程中 能够认识颜色的英文读写 而在寻宝游戏里头则借由猜谜 学习到不同物品的单字评读 时定和平国校在暑假期间 办理华裔青年英语音活动道校服务 今年迈入了第五年 在为期两周的音队课程里 要让参加的小朋友都能开心学英文 青年志工更精心设计互动游戏 将英语教学融入其中 14号上午就展开了Found Day闯关活动 规划了不同的关卡 让孩子边玩边学 彩绘书包啊 还有一些寻宝游戏 总共分成四个组 让他们去闯关 那希望能够透过这种游戏的方式 让孩子能够很自然的 大声的 把他学到的英文也把他讲出来 我们昨天刚学完怎么那个颜色 所以想他们来想设计自己的背包 而且不一样颜色 而且可以想就问他们问题 看他们还记不记得我们 昨天教他们的东西 所以就是用这个机会来 刚好就想帮他们练习 但是也能让他们好玩的 自己设计背包 从彩绘背包的过程中 认识各种颜色的英文读写 而另一边的寻宝游戏 则是在箱子里放入不同的物品 让小朋友在猜谜之后 以英文的方式拼读 有趣的游戏 不但拉近了小朋友 和华裔青年职工的距离 也提升学习兴趣 对于学英文 说英语也不再那么恐惧 是可以学到比较多英文 然后可以跟外国人接触 比较不会这么的不自在 他们在国外的一个生活方式 带到和平国小来 那我们也把这个资源分享 给附近的石定永定国小 今年总共有66位的学生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露这种方式 让他们能够去体验 免费的去体验 国外的一个游学的生活 除了室内游戏课程 另外有青年职工 是将小时候玩的游戏 和小朋友一起分享 在篮球场上一边玩着躲避球 另一边则比赛 谁比较快将水球做破 第一个人就会过去那边 坐在水球上 然后要做破 然后回来的时候 第二个人就要去 然后看哪一组 就先把全部都做破 就会赢了 小朋友欢乐的笑声 洋溢着整个校园 和平国小校长江梦又表示 透过这样的活动 除了让孩子可以学习语言 也能进一步接触多元文化 拓展国籍视野 记者杨光有出发期实际采访报道